大型花車森巴熱舞 52個海內外表演團體 濃妝艷抹 盛妝打扮 大型佳年華在基隆登場 基隆的兩大封街 甚是一個是基隆周遠記 另外一個就是今天下午登場的 海洋老鷹佳年華 大家看到我旁邊的 這些哈雷車隊 今天都在基隆的大街上 可以看得到 那麼有台版巴西佳年華之稱 十一名愛騎哈雷機車的騎士 組成車隊 紅色高靴搭配上帥氣車衣 為遊行隊伍打頭陣 這十一輛車加起來超過千萬 在基隆大街亮相 今天是特地一早四點從高雄來 我們這個車隊是女生 對 所以我們是女十字軍 對 遊行亮點國際賽 常常奪冠的世新啦啦隊 也把高難度特技動作 帶進了遊行隊伍 還首度邀請烏克蘭馬戲團 雜耍踩高蹺 烏二戰爭還在打 要傳達自由和平理念 沿途很多的民眾在圍觀 遊行的一個動線 還有包括人形的這個環境 也比往常好 所以我相信今年的人 會比往年還多 嘉年華已經舉辦了十二年 碰上疫情之前停辦 今年首度恢復還擴大舉行 吸引遊客超過上萬人參加 更碰上了疫情缺緩後 十月有望解封 基隆國旅已經開始熱 最近人就非常的多 其實在禮拜六禮拜天 我們的觀光區 還有包括市區各個景點 都是非常多的一個人潮 看準的國旅熱度不減 邊境又即將解封 未來開放團客自由行入境 嘉年華遊行當起點 力拼因疫情流逝的觀光商機 全部回流 進行我們林昆信 蔚林彥採訪報導